從簡單開始 好不好 真的很謝謝OSSF在 在這些open source社群 還有幫我們創造這些聚會的環境 讓大家可以學一些 一起分享一起交流這樣子 然後我本身我是Ernest 然後我姓蔣 蔣公仔蔣 然後現在在一家 我們是一家軟硬體整合的公司 我們整合的東西很好玩 是運動用品 就是跑步機啊 這種健身器材 一個歐洲的 歐洲的健身器材廠商 在亞洲的一個轉投資的科技公司 有興趣的我們下課後可以聊一下 好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圍繞著 整個Amazon的web service 那過程當中 如果大家有疑問可以先做個筆記 或者是就直接舉手 就直接進行討論 直接比較輕鬆一下 大家下班嘛就放輕鬆 然後一起交流 好 那Amazon他做了幾個事情 他一開始是 他是一個 好我先撇開這些好了 我覺得重點是今天的聽眾 對 所以我們先來簡單的調查一下 你是 類似 你是頭龜的角色的 請舉手 OK 喔 都是 好 然後你是管機器的 就是這些主機的 這個ministrator的請舉手 好 好 大家都很勇猛 很身兼素子 有沒有其他角色的 比如說你是老闆 想來聽看看 欸老月 到底是多少錢的 好 看來老闆都沒有來 老闆在外面訂召 對 好 我們學我們的 好 Amazon他很有趣就是 他一開始只是賣書嘛 那書越賣越多 整個retail的產品 產品線他就拉開了 比如說3C產品 然後家電啊 廚具啊 廚房的用品 這些他都有賣 所以他到最後他這邊 一整個就是consumer 跟retail的部分 那最後他也弄了一個 類似說商店街啊 類似這樣 幫 因為他有金流 有物流的系統 所以他可以幫大家 來host一個電子商店 所以這是他的第二個business 後來他這些 這些金流物流也都搞定了 然後機器流他也搞定了 他就想說 那他 閒置的這些機器 不知道要幹嘛 他後來就跑出了這個東西 就是 多的機器租給大家用用看 然後用到最後 他就 本來只是無心插流 現在就流成音了 那這個音就變成這個東西 那大家可以 用 每個小時計費的方式來 租用他的這些 運算的效能 或者是頻寬 OK 好 那 簡單的來 看 Amazon的這個web service 的時候 圓端計算那些 怎麼定義那些 狗屁了 欸不是 今天有錄影欸 對不起 那些東西 很 很 那些東西呢 我們就放一邊 我們今天就直接 從技術的角度 看進去 看我們能看到什麼東西 好 那什麼狗啊 什麼 什麼羊的啊 貓啊 好 那都是 如浮雲流水般的 飄過 飄過了 好 那Amazon他在這邊 簡單來看就大概這五個東西 它有彈性 你要capacity的時候 你就API call一下 他幫你加一台機器 你就撐得住 好類似這樣 然後 然後 因為你可以 把這些管機器的東西 或者是 硬體的 硬體的採購 你省下的時間 你不用採購硬體 不用設備硬體的採購 然後你不用去維護硬體 你也沒有硬體的折舊 OK 然後你也不用建機房 不用處理電 處理冷氣 處理水 處理 廢的那個熱的熱氣 那些東西你都不用處理 好 你也不用拉線 你不用蓋機房 所以你就專心開發自己的產品 OK 所以照理講 你會比較快的那個time to market 然後呢 你也省掉了這些 我們剛剛提到的這些固定性的支出 好 然後接下來是 類似 它的付費方式 不是你要壓一個押金 或者是 像傳統製造業是 你要先付定金 那些東西你也不用 就是你算完 你用了多少 每個月 越簡單下來 先用了再付錢 好 然後後面這邊 這邊大概就是跟上面是類似的意思 就是專心的 營運自己的GateSense 好 然後後面呢 只是加點插圖 好 所以這邊我們就會很快的帶過去 所以應該大家 都有 曾經看過了 那我們就下一個小標在右下角 比如說 它是帶來一個彈性 OK 然後呢 這個彈性 這個概念 大家應該也都看過 它是說 以前我們如果是 主機要自己一個一個採購的話 稍微前倒一下 好 謝謝 好 主機如果自己採購 我們是一台一台進進來 不管你的web server 你的db server 你的law balance 你是一台一台進進來 所以呢 如果是以時間軸 然後還有你的電腦的數量來看 你一台一台進來 這邊會有類似鋸齒狀 OK 你買了一台 就是一台電腦 好 然後第二個月 你又再買一台 就是第二台電腦 OK 所以你買幾台 它就這樣一直 Gips裝的放上去 OK 是你的電腦的運算效能 但是呢 你 沒辦法 不是你啊 就我們 我們沒辦法 預測的東西是 使用者什麼時候來 好 比如說今天是 最近有什麼演唱會 欸 欸 我不熟欸 阿妹 好阿妹的演唱會 好 演唱會是要報名系統 對不對 好 然後通常 或者Cost Cafe也是類似的嘛 開放報名的那一瞬間 就幾千萬人湧進 沒有幾 沒入花山喔 不是那個總統選舉 好 就有一群的群眾要湧進來 好 那個時候 它的流量是不是就這樣 砰 衝上去 但是你只買了一台機器 你的 你的 你的運算效能只能撐到這邊 OK 好 所以 這些流量的東西 我們沒辦法預期 但是 Amazon幫我們解決一個問題 就是 當 我們自動偵測 整個流量 或者是CPU CPU的Loading 或者是記憶體的Loading 用到 比如說80%滿的時候 我們可以hook一個 API 然後我們多開一台機器 自動加機器上去 那 所以如果流量是走這樣子 從上去 那 在這個真實流量的之前 它會提早反應 你的 主機的 主機的需求 你會類似長這樣 會在 時間點之左 會在時間之左 知道我那個意思嗎 還是我要畫在白板上 需要我畫白板上面的 舉個手 OK 太好了 今天的程度之高 好 那這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是我們也剛剛提過的 就是大家可以很專心的 開發自己的產品 然後不用 需要在意 但是不需要那麼在意 這些 基礎設施的東西 好 那另外 這一個現金流的部分 那我覺得會是 不管是中小企業 大型企業 或者是 剛剛startup的小型公司 都會很需要在意的 就是你會不會有 錢壓在那邊 付利息的問題 你會不會有借錢的問題 你會不會有折舊的問題 你會不會有折舊的問題 但是 所以如果你接下來 你會參與到 你的企業 或組織的決策的時候 這個部分 你也可以把它 納入 考慮進去 好 這個部分也是 跟財務相關的 所以你付多少 然後用 你用多少 你就付多少錢 好 這就是我們剛剛一直在 再重複的 好 Business的東西 我們講完了 再來 這個我們也先調一下 這個就是讓你專心做你自己的本業 以前 如果 一人公司 假設這是一個人 然後 有一個web 2.0的 或web 3.0 不管幾點幾 你有一個 crazy idea 然後你想把它做成web service 你的idea在這邊 但是你在寫自己的idea之前 你會花了一些時間 去找hosting 去找server 然後或者你需要找人 或者是有其他賴一大大的事情 你要做出來 你要做出來 然後把里程弄好 然後你才可以在上面 開始開發自己 自己的application 好 這邊是在指 production server的部分 那接下來 換成 如果你換成AWS 有可能這些設定 環境建置的東西 它還是在 但是時間節省下來了 所以也許你的 專注在開發自己的產品 的時間可以增加 好 後面看幾個AWS 在全球的幾個範例 像之前啊 應該是07年那個時候吧 AWS剛出來的時候 有一個很有名的案例是 我忘了是哪家美國的很大的大報 應該是New York Times 然後呢 紐約時報 他就做了一件事情是 他以前有很多舊的那個 電子檔案 數位檔案 但他們都會做那個archive 去 就是 他可以回去看 舊的新聞報紙 的那種極致 可是他新的系統 採用另一個檔案規格 所以他有一個 要轉檔的過程 他就做一件事情 原本是要採購 好像幾千台電腦 但是你採購完之後 那幾千台電腦 就會變成公司資產 你要嘛就是 你要想辦法再用二手的方式 賣掉那幾千台電腦 要嘛就是 配發給所有員工 運算完之後 把這些電腦 配發給員工 但怎麼算都是 一筆很大的支出 剛好那個時候 Amazon的Web Service EC2跟S3剛出來 所以他們就採用 這個組合 去跟Amazon租機器 他一租好像就是租了兩千台 實際數字我不太記得 但是大概就是這樣 他就在上面 開發他的轉檔層次 然後讓他自動跑 那跑完之後 他大概跑了幾個禮拜 然後把那些機器 全部下檔掉 那印象中 他的成本分析 是指花了原本 預算的十幾% 就把這個案子處理掉了 應該是有硬體跟人力的部分 他整個都算進去了 所以這是一個 對我來說 是一個蠻經典的使用方式 在當年 現在應該有更多更多 好玩的東西可以玩 那這邊是 參考AWS他們的幾個slide 上面卡下來的一份 那他就是在說 有這麼多這麼多公司 好像Brainfish是做什麼遊戲的 好 好像是吧 誰主管 喔 誰主管的Nega 是不是 好 然後SmugMug也是 然後NASA也是一個大用戶 好 有這麼多 Netflix也是一個經典的案例 好 比如說開心農場這家 Zengar他也是用的是一些東西 好 那這些數據應該是 今年年初再把來是 我不太確定 年初或是去年年底的數據 那他只是說 這是在展現AWS的實力 他可以 GAME到這麼多 不是GAME 他可以提供這麼充分的 運算的資源 那有一個很經典 就是美國在線上看影音的一個 他原本是租DVD 租到最後就直接讓大家在線上直接看 台灣類似的是不是類似 我們Patch 那一類的 然後就直接在 或者是土豆網這些 讓大家在線上看的 那他是有付費會員的機制 他在美國做的還滿成功 是整個Market做起來 但是今年幾月 4月有一次大爆炸對不對 大爆炸我們晚一點再提好了 AWS自己炸掉了 然後Netflix他在那次大爆炸之後 有放出來一些 教大家怎麼做容錯的一些方案 跟slide 大家可以去那個slide share 找一下 所以他才說 他是接近百分之百的 AWS平台講口 他有一些放在外面 是為了要做那個 風險控制用的 好 那這個是smart mark 好 看這些東西都不是 看這些 組織啊公司都不是很大的重點 他想強調的一個重點是說 他有一個彈性的機制 有monitor的機制 有反應的機制 平常我們做自動控制系統 不管是軟體硬體 我們都是先monitor 先偵測 現在的量到哪裡的 好 比如說颱風天 或者是下雨天 水門什麼時候要關 這個自動反饋的系統 前面一定要先有偵測 先有data進來之後 才會有action 或reaction出去 OK 那他這個 Amazon也提供 類似的一個狀況 就是你會 有辦法收到這些 比如說是屏寬的loading CPU的loading 或者是memory的loading 所以loading的beta 一進來 你可以自己判斷說 以你的經驗 也許 比如說CPU 減到70% 趕快開第二台 是比較安全的 中間buffer 可能是五分鐘 把一台新機器 新機器 boot上來 好 那他就是在展示說 他的火力有這麼的兇猛 某一家廠商 叫這個 animoto 不管他是做什麼的 反正他就是用了一堆的機器 然後是在兩三天之內 從不到一百台的機器 衝上去到三千多台 然後又掉下來 後面就不要講了 他有上去 下來通常大家都不講 下來也要講一下 就是說 你開了三千多台機器 但是你都忘了關 那你還是要付錢的喔 好不好 你要記得關 那個反饋的機制 不要只寫往上的 要記得寫往下的 好 那 看了這麼多 AWS的獨特之處 我們先 雖然今天是只講AWS 那我們還是要提一下 其他的競爭者 也不是競爭者 市場的Solution Provider 有哪些 好 比較常聽到的 比如說 如果是只有VPS的 那也許就是Leno的 對 或者是 OR那邊有一些 Hiloku那些可以用 那 REXSpace也有類似的機制 但是這些廠商 AWS會很突出的幾個原因 是 他在全球部的點 然後他的security 還有他提供的API 跟提供的文件 都是最完整最豐富的 還有他的產品線 涵蓋到 基本上你的網路服務 不管是簡單的網路服務 到中階到高階 他都有 幾乎有辦法 全部都幫你部署出來 他幫你省了很多時間 這是他很神奇的地方 然後也是他很用心的地方 那另一個 另一個很用心的地方 是成本 像 某個國家的油價 或者是鮮奶的價錢 是一直上去 不會下來的 除了前幾年的浮動油價 然後呢 AWS會做一件事情 是 他的價錢是一直下去的 比如說07年 回頭查07年的 S3的價錢 Per hour 或者Eastity per hour 的費率 跟現在的價錢 他大概每個 一兩劑 三劑 他就會降一點點 降一點點 但是我們用量小的是 不會感覺得出來 就跟你開車 開好友的車 你就會有感覺 或者像 Tanga 他一次租了一萬兩千台 他就會有感覺 好 其他的這個就是彈性 他的 EC2 是掛Image 上去的 那你要怎麼包 那個Image 就有很多種選擇 你不想包 他有包好的 然後他也有 合作的單位 他跟Oracle有 有Oracle包好的 還有IBM包好的 微軟也有幫他包好的 所以你的Image的選擇 那個 EC2的機器上面 就有很多種選擇 然後License 還有Database 也都有選擇 好 我們現在先帶過去 有一堆形容詞 我們知道他很厲害 好 先第一階段 我們先知道他很厲害 那第二階段 待會我會 稍微逛一下他的網站 讓大家知道說 以後自己回家之後 自己要學 要找資料 往哪個方向去找 對 把那個地圖 稍微帶過一次 好 安全的地方就 我們就挑挑不說 基本上他應該是安全的 除了他有時候 還是會出槌 大家可以去查 四月份的那幾次去 好 Scale也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就是他本來就很強調的事情 好 那Support Support 對我來說啦 因為我照顧的客戶 還有我現在自己的公司 都目前規模都不大 所以Support對我來說 Community Support 反而是比較重要的 但是如果你的企業 往上成長的時候 或者你的組織 往上成長的時候 購買這些Support 會是另一種省資源的方式 你不用自己花時間在那邊研究 你叫一個Support過來 24小時 或者8小時 就幫你處理掉 因為對 對營運來說 時間應該是比較 比較重要的資源 這是剛剛我們提到的 他的一個合作的提醒 待會我們會在網頁上看到這個東西 他的產品線會用很整齊很規則式的方式 幫大家整理出來 他一開始的產品就是這個 就EC2 就是彈性的電腦運算勻 然後還有S3在右邊 很簡單的儲存裝置的服務 好 然後因為三個S 所以他們就把它叫做S3 這個是他們很用心在整理的東西 這個一定不是我整理的 相信我 我是有在上班 老闆我有在上班 我有錄影 好 他從2005年開始做的這些事情 一開始是EC2跟S3 還有SQS 這些東西開始搭配起來 所以基本上 2006年2007年 可以做一些簡單的事情來做 那個時候的EC2 好像是沒辦法 他可以自己包Image上去 但是選項沒那麼多 工具也沒那麼多 後來他就陸陸續續擴充 資料庫的東西 像他的SimpleDB 是他的NoSQL的Solution 然後他也同時在擴充他的點 他一開始是在 美東 後來美西的點 後來歐洲的點 後來又步到亞洲 今年才有新加坡跟東京 這張圖是在講說 他後面的投資一直都在專注於 讓大家在用PC2跟S3 這兩個基本服務的時候 延伸遇到的問題 他陸陸續續幫大家解決 解決的方式是 以前要自己花時間 花成本去開發 或者去維護或管理這些Server 現在他幫大家先架好 然後我們跳掉一個 換另一個方式來講 他有降低進入門檻 只要 而且他把文件都整理得很好 所以基本上認真看完文件 然後乖乖付錢的人 應該就可以取得那個服務 我有提到錢 還是不是免費的 這是另一個來整理他提供的服務的一些狀況 那這是從architecture來看 我們的architecture放在最上面的時候 從外面看進來 這邊是最底層的物理層 摸得到機器的那一層 像平常我們學網路不是有七成嗎 就是類似這樣 那簡單的來分 從上面這樣看進來 可能有寫application的時候 會用到的一些工具或SDK 然後再進來 來到了這些 service跟service之間溝通的東西 你可能會需要有認證 才可以進來你的server 你可能需要監看你的server 然後server會不會死掉 或者server的loading是不是太重 然後你的application 一次如果要像Zengar 一次出去五六千台的deployment 你要怎麼做 它這邊也有automation的solution 那你也可以不用它 你可以自己弄自己的 所以這些東西就是 會組合出你想要的一個 你會挑你想要的服務 搭乘一個套餐 然後逐步擴充你要的東西 那我之前在台積待了一陣子 就是做半導體的 所以我想分享一部分 就是說以前張宗某 他在建晶圓廠的時候 他一開始的時候就說 晶圓廠不要全自動 所以他就簡單的分 他分全手動 一點手動、一點自動 跟全自動 那一開始晶圓廠從4吋開始 4吋、6吋、8吋上來 8吋做完做12吋 12吋現在在做18吋 然後所以我進去的時候 是在8吋廠這個時候 那8吋廠它是半自動 所以進機器之後 機器是自動的 但是在外面的時候 是人要推來推去 把那些晶圓片 從這台機器拿出來 然後送去下一個機器 把它放進去 這邊用手動的 後來晶圓片越長越大片 8吋大概多大 8吋蛋糕那個大小 12吋 12吋越來越大 然後一次一個LOT 是25片 你拿8吋就已經 8吋就一台Benz 你摔下去就是一台Benz 我摔過兩台 有錄音耶 然後12吋呢 很大一盒 所以你拿25片 加那個保固的盒子 就很重 為了減少人為舒適 12吋廠就會 比較大的部分 比如說7-80% 或者100% 會是用全自動的 OK 為什麼要提到 手動、半自動跟全自動 就是企業在營運的時候 針對自己當下 去選擇最適合自己的套餐 所以我們有這麼多 AWS的Service 不是代表我們每一項都要拿來用 麥當勞有1號餐到6號餐 你不會每次去 就從1號餐吃到6號餐 然後就是選自己要用的東西 那選 人類為了做出選擇 前提就會是 人類要去獲取這些 他可以選擇的選項 的資訊 有充分的study過後 來做這些選擇 那study的時間 或多或少 或長或短 看自己 或者自己的工作單位給的資源 如果資源不夠 看人家的範例 是比較快的方式 就跟我們平常在寫整次的時候 有一個try and error 直接try 速度有時候比較快 那解決了手邊棘手的問題之後 再回頭找lucose 把真正的原因解決 免得你留了一個洞在那邊 簡單的 一點點分享 好我們來看 有地圖 這比較容易理解 以前都只有字 AWS 我們來看他有分幾個層次 他有分edge的location region 然後ability的zone edge的部分 是說他有一個cdn的服務 cdn不知道的朋友們 之後下個在查 那基本上就是 他為了拿到一些靜態檔案 先幫大家各存一份 你簡單講就是一堆的catch 在這邊 然後你如果在這邊 他可能就跟這個點拿 但不一定是物理距離 還有的時候是實體網路連線的距離 跟最近的點 這是他的cdn的網絡 region 就是實體的資料中心所在的位置 基本上有五個 目前 聽說還有其他的正在進行 地點就是大家在想那麼經常 以前的經驗來看 我自己 我後來會選日本的 就是如果要服務台灣的客戶 我會選日本的 那我後來的客戶是歐美的 那就比較沒問題了 我就往歐洲跟美國的去選 新加坡 新加坡對台灣為什麼會慢 就只是卡在他 我們對新加坡的頻寬的量 好 所以region是data center 每個data center 裡面他還有分zone 他分的這個zone的好處是 就是我們的 備員可以直接在 同一個資料中心裡面完成 然後不會有 凹棒的那個 流量計算 不會被算到錢 但是如果有一顆原子彈 掉在那個資料中心 就沒辦法了 這也是另一個 我就嘗試同一件事情 用各種不同的圖來呈現 然後也許有助於幫大家做一點釐清 到架構比較大的時候 你有可能就會加有一層 最基本的是你會有一個web service web的server 然後也許一開始你只有一台 你把web server跟database 都放在這台上面做練習 那等到流量大了越來越大 或者你的開發環境越來越複雜 你可能就把database先拆出來 拆出來之後 你又發現你的web也撐不住了 你web也開始加了 所以你會上面有一個 流量平衡物載的一個層 這是用另一個方式來看 那這一個方式來看的時候 就帶進去 AWS提供的服務 他從Internet看進來 如果是靜態檔案 他可以跟CDN拿 他如果是動態的 他會跑這個nose balance no balance可以幫你 跑同一個data center裡面的不同種 或者是跑不同的data center no balance完之後 底下你有一個 會自動autoscale的web server 然後再下來 他有提供 他已經組合好的 一個可擴充的RDS 是MySQL Server的service 這個很貴 這邊一台大概是這邊一台的 兩倍到三倍的價錢 但是如果你不想花時間去研究 怎麼弄一個MySQL的cluster 那也許你就付錢 就解決這件事情 比你hire一個很貴很貴的工程師 來個便宜 能付錢解決通常比較簡單 那這些EC2呢 它有分不同的大小 不同的CPU 不同的memory 好 那我們都叫一台CPU 一台主機 一台EC2 一台電腦 叫一個instant 所以待會 Sammy會帶大家 把自己的那一台 Freetier的instance把它借起來 那我們在看的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待會呢 它有很多種size OK 它有很大的 垃圾的 有small的 我們待會也要見的是 Michael 不是XXS 是Michael 好不好 好 後面這邊是在提一些 跟安全相關的東西 我們就簡單的跳過 基本上就是跟大家說 它應該是很安全的 反正這世界上 沒有絕對安全的東西 好 所以大家看一下 有這個意思就好 好 那這邊在講它的load balance 所以我們剛剛也提過很多次了 然後 它的 好 它的database 剛剛會說它的database很貴耶 然後如果大家不想自己見的話 就是 會 suffer這個cost的問題 它有提供一個選項 它的database有兩種 一種是 你跟它租 就是有一台 然後它也會autoscale 一台 但是它有第二個方案 它叫 Mati A 就是 zone的意思 這個A的D 就是 Availability的zone 好就是zone 就很多zone 同一個datacenter裡面 它有 通常會至少有兩個zone 那這兩個zone 如果你買這一種的話 就是價錢 是一台的 一個的兩倍 它也很公平 你用了兩台 就是兩倍的價錢 它會自動幫你做sync 所以如果 這個zone死掉了 那你的資料還在這邊 它自動有那個backout的機制在裡頭 那為什麼會選AWS 我們剛剛已經提到很多次就是 大家可以很專注在自己要做的事情上面 然後 它們也很專心在處理它們的技術問題 那另一個我覺得對我來說 比較好的好處是 很多東西我都讓它自動化 可以讓API去處理 你就寫成你的share script 然後偵測到什麼什麼什麼 你就讓它去呼叫API 它的API有從Web去呼叫的 有Console不算API 然後也有從Commandline去呼叫的 所以選項跟彈性真的會帶的出來 就是那個彈性帶 那其他家就沒有這麼多API 可以用 我不會說它沒有API 它有 但是很不好用 好 好 那以上就先簡單介紹到這邊 然後 短短的工商服務一下 所以我們公司是Purpose Tank 是做歐洲的一個運動器材的品牌 來台灣設的一個合計公司 那我們在做軟硬體整合 所以歡迎你對硬體有研究 或者想玩Firmware的也可以 然後你對雲端想要繼續玩 然後你是DHB-based的 然後你有管 管Server的經驗的 都很歡迎 那另外你想做 跟這些跑步機 或者腳踏車機 互動的一些application 你想來參與這個 華達的Rainstorming 也都很歡迎 所以我們也在找 華達Manager跟 華達Manager 好 歡迎大家來講 如果需要的話 就HR at Harper's Tank 我要買跑步機的話 買跑步機的話 我應該也可以幫大家敲一下 我們剛剛成立 好不好 但應該會有 或者大家來我們辦公室 跑一下也可以啊 好 那待會兒 我們就會帶大家來玩 這個AWS的地方 那我小小的再用個三分鐘 帶大家看一下這個 EasyTool的網頁 好 我平常就是 開一個新的視窗 然後就AWS 然後看我想查 想查EasyTool 我就叫EasyTool 然後進去開始看 它的Service 介面做的很一致 這是我覺得很 一個大型企業很精神的地方 它連文件都有做到 它產品release之前 都會把文件做同步化 很經典的反例就是Facebook 痛苦的就知道 不能講太多壞話了 有錄影 之後不能去Facebook上班 它的產品放在這邊 從左上角這邊 AWS按下去 這個我按錯了 從product那個按下去 它就是完整的 目前的產品線 會長這個樣子 點下去就可以直接看 所以你迷路的時候 就往上面找 我自己以前學的順序 所以我開始看的順序 如果這麼多東西 不可能一個一個看 那我就會挑 最基本的EasyTool先看 然後S3先看 這兩個頭看完之後 你就往下面看 把這兩個段都看完 運算的看完 然後Storage看完 大概可以解決你大部分的事情 然後你在看這兩段的時候 你就會延伸看到一些關鍵字 你就會陸陸續續知道 它剩下的Service 是要做什麼的 好 比如說DNS 你就會去找 ROD53 然後Low Balance 你就會在這邊 所以這是跟這些Walking相關的 你可以類似這個方式去 一層一層 找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然後呢 下面就是每一個Service 它會長的樣子 所以EasyTool這樣子進來之後 它就是一段簡介在這邊 然後大缸Outline放這邊 好 上面這邊 接下來就是會介紹這個功能 是做什麼的 所以如果你很迷惘其他的Service 是要做什麼 你就把這一段 Intradition 先稍微看一下 看完有興趣 好像有需求 再繼續往下看 它會講Highlight跟功能 OK 強調一下它的重點功能 有哪些 然後特色是什麼 那再看完之後 比如說EasyTool 它就會 通常都會分等級 分使用的等級 所以像這個就是Instant的種類 剛剛我們說了 有Small 有Large 有ExtraLarge 那我們等一下要玩的是Micro OK 然後如果你要HighMemory 特別要做什麼事情 或HighCPU 特別要做什麼事情 就通通都有方案在市場面 接下來是作業系統 有哪些 然後有沒有現成的Application 已經裝好的 然後FreeTier的介紹 用FreeTier 今天可能來不及 但是大家回去之後 建議大家把FreeTier的條文看清楚 哪邊Free哪邊不是 免得收到特別禮物 你現在買大概是聖誕節會收到 絕佳的聖誕節禮物 接下來這邊呢 你Region可以換 不同的Region 價錢不一樣 最貴的是東京的機器 最便宜的就是這個 Standard的維吉尼亞的機器 左邊就是它的分類 右邊就是你用來是 跑哪一個作業系統 然後PerHour 所以你在算的時候 就是0.085乘以24小時乘以365天乘以30塊 換算數台幣 然後你可能再乘以1.02 如果要刷信用卡的話 還會再多收2%的手續費 算成本的時候記得算成本 差2%有時候差很多 那後面它還有reserve的方案 你先跟它買 說我要這台留給我1年 但是你打開還是要付錢 你沒打開就是這筆錢先付出去了 好舉例 一台small的reserve 先幫你reserve保留一個位置 你要先付給它這筆錢 200多塊美金 然後再加上 如果你這一整年都開著 就是這200多塊美金算上去 再加0.03乘以24小時乘以365天乘以30塊 換台幣 好類似是這樣 那你回去算算看 長期需求來說 室友比較便宜 SPA就是大家回去再用 因為這要看應用 後面是在講傳輸也要錢 好大概是這個樣子 後面這邊就大家可以研究 然後Sammy也會跟大家做詳細的介紹 所以我們現在歡迎掌聲歡迎Sammy 其實這個 這個 這個研究大學 他做得非常好 那我們 就直接 進入我們的 重頭戲 因為這堂課 這一節就是我們要做 step by step 那 我們要先從申請帳號開始 所以說 我們剛才 在課前有說 要請大家帶信用卡 請問 各位 有 沒有帶信用卡的舉手 兩位三位 四位 刷生命 刷生命 這樣 刷生命 那 我們 太傷了 太傷了 我做一張卡而已 不過我們還是從 那個 新增一個帳號開始 那大家 手邊 都有電腦嘛 那等一下我們就開始做 從 從 Create一個 AWS的帳號 到最後 我們裝一個 Wordpress 這一系列 那 其實 Create一個 AWS的帳號 那其實就是 先申請帳號 再來 選擇你要的服務 再來 提供你詳細資料 最後 我們會有一個信用卡的 認證 Visa 或馬討都可以 再來就是 大家手邊 目前都有電話嘛 所以說 等一下 如果 申請 OK 那 等一下 AWS就會透過 電話 打到 你的手機上面 做一個 語音的認證 它有個PIN嘛 我們會 可以輸入在手機上面 再來就是 最後一個完成 就是 這一些 這一系列的 一個Create一個帳號 那 首先 請大家到 AWS的網站 那 這邊有嘛 可以到 Google上面去 社群一下 大家打 AWS 然後 第一個就行 應該第一個就是啦 那這邊很明顯看到有一個 Create And AWS 大家要寫進去嗎 我覺得 Evanon 他這個做得很好 你看 如果 大家都有Email 那 你要嘛就是 新的 要嘛就是 就是原有的用物 所以說 你只要 按一下 你的 Button 然後就可以開始 直接去申請上 或者是登入 更方便 最近我們在 研究一些 UI 好 那 都登入了這頁 如果講到快 大家跟我講一下 請大家把Email 停進去 然後 直接 按下 這個Button 接下來 我就要用 誰來講 不然 我沒有錢在 沒有信用卡在申請 好 大家進去的話 應該是會進入這個畫面 那 他會叫你這樣 因為沒有在確認一次嘛 然後你就打一下 打一下你的 密碼 兩次 一樣在check一次 OK了 好 其實 大家應該就會進入 這個畫面 但是不要太高興 還沒有開始 因為我們還沒有 輸入信用卡 還有沒有電話認證 這個畫面 是一個 它一個 Console Web的Console的界面 需要幫忙 對 需要幫忙 要cue一下 目前我們就是用 step-by-spend 那 如果說 太悶的話 可以大家 就是交流一下 因為 這個 申請完之後 就可以一直在進階 那之後 可能會再開一些課程 如果是Nordbook使用者 它好像 桌面上 你會有一個醫生內的 可以借上去 對 如果不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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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慢一點 你直接切醫生內 會比較快 它這個醫生內還蠻快的 他們的那個桌子旁邊都有一條 醫生內的線 看要不要接那條 那條比較長 你前面那條 對對對對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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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今天是不camp的 所以呢 就是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放輕鬆一點 然後如果需要幫助 就跟我們說 我們會寫出各位 要不要再去 別再去 你會尋找一個 餅乾 都行 要不要太靠 囉 嗯 沒有 再去 咸 咸 咸 我剛剛看到大家進度都很快,有的都到這裡吧 這邊也很簡單啦,如果你不知道你的英文的adress 那你就到我們的中華遊鎮 中華遊鎮 那這邊的phone number 就請大家打一下國碼再加上你的電話號碼 其實這個目前我還沒有遇過這個有什麼作用 等一下電話認證比較有用,這個沒什麼作用 如果我失敗的時候可以用簡訊 我失敗了十幾次都沒有用過幾句 那原因為什麼會失法 電話認證有的是電話打不通 然後打不進來,或者是那個 聽錯,或者是按錯收藏 他每三次就會 每輸入三次或者是打不進來三次啊 他就會鎖十二個小時 你就可能睡一覺再試一次 好,那這邊下一步就是請大家把你的信用卡拿出來 去key你的號碼 那,跟各位說明一下 這邊他key的時候他不會收任何的費用 網路上有些人會講說 那個時候可能是之前吧 我還沒有碰過 就是會收什麼幾一塊錢的美金 那之後會退給你 但是我還沒有收過啦 我有,我有 你有收到 0.01塊,0.左右 我為了這個 我又辦一張信用卡 然後又去申請一次 所以說 沒有遇過 哪一家贏啊 你介紹一下 風有波 打廣告 那,下面就是 他會寄帳單給你 那,通常都是用電子帳單筆 或者是 你信用卡的廠商會去寄一些電子帳單給你 那這邊輸入完以後 他會再叫你去閃音一次 你就把你正確的key進去 那這邊就是做一個認證的系統 因為 目前來說 目前來說 我們在建築屋 那他就是要太多了 查地址啊 查地址啊 喔,查地址 那個,稍等 這個部分可能要大家仔細喔 因為 我剛剛講過 他只要 失敗三次 你電話打不通也算一次 然後 你 手 手太快或手太急 也會算一次 就是 你打完啊 打完電話之後 打完那個ping碼之後 你會再按一下的話 他就算失敗 所以 所以 失敗三次就要 等到明天 你才能 去你 create個帳號 好 等等 你 哪個 神 你 誰 哪個 哪個 呀 甚麼 問 沒 找 來 電話打過來,英文一串之打,念完再按你的PIN,之後不要做任何動作 好,可以借起來了,他會講一下英文,英文大概就講說,歡迎你建立一個帳號,然後請輸入PIN,四個號碼 那如果你已經Key進去,但是他沒有打過來的話,我建議可以跟旁邊的同學借一下手機 因為這個手機號碼,是跟你的帳戶沒有關係的,他只是做認證 然後你就看那個畫面,也不用refresh,他會自動的閃爍,說你已經完成這個電話認證 他會自動refresh,這個表現是失敗的,失敗的話他會跳,跳回去成為第一步步走 因為他有人從大陸打來的吧 因為他有人從大陸打來的吧 86,我有86了 86了 86了,感覺是PIN 那等他念完全部喔,再去按那個PIN嗎? 按完之後不要做任何動作,就停止 因為之前有不小心手殘,再按一下,結果他就失敗 你這樣有進去嗎? 因為他配碼都是一樣的 可是電話號碼緊急,要把開門的電話號碼 要加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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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跟電信業者 不然打不一次 這個三四拍就直接的 那個 你剛剛按完的時候 有再按超過一次 看五個份 這個一定要出 你建議換電話號碼 再加零 這個東西是在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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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舖。 講完聽說,聽聽說,大家可能會有一個關於舖的舖的舖。 對,是,因為我們應該是... 因為我們應該是... 你就按完那個PIN就... 我記得他好像在講示範 可是我已經在那邊說 3.3.3用PIN 我把人家錄下來 對,我覺得應該錄下來 我覺得路線不好耶 因為我按... 反正他PIN按完的時候對不對 他又跟我講說3.3用PIN 1.3用PIN 可是我已經是個號碼的喔 應該是NP玩吧 還是... 而且他這個語音一直斷在那裡去去 一直斷在那裡去去 建議換一個手機 對,跟同學借一下 你有沒有試試看 這個我先啦 就去拍一小 這個我先... 對我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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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換一套吧,以外還可以很熟的 一樣,他那個只是做... 975 你現在只在打975 975 568 892 還要再按9 975 其實我成功是在用交電話成功的 因為我自己電話兩隻都打不通 這樣比較娛樂而已 這樣比較穩 娛樂就可以 對,娛樂就可以 因為他還是可以... 如果你也是在公司的話 還是可以轉公司登機 他人家是去... 快點 要全部重新來 有沒有,你登錄應該就可以了 沒有,你應該已經申請完了 對對對 你也撒意就好 你這個你要看 你這個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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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按,我先到不靠 只要按十個十五字,不要按十個 有一點點,沒有 所以大家要多按 我那個是十字經的 OKOK,各個來過 我們成功了 有,這裡也成功 不要按,按完 幾家歡樂幾家熟 第一次上課有這麼多電話想 不是,有這麼多電話想,你台語也都不會補到 哈哈 OK,謝謝 有中華就借一下 有中華就借一下 那如果他好的話他會自己去 Flish他的畫面 而且是用Edges 做的 然後他會去看他的手 對對對 回去你的信箱 然後要看一個可以可以 那是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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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可以一起去 那是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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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先 該不會 到 到 25分好了 谢谢大家